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广告时间快要赶上电视剧时间的时候 那个电视只能收到几个台的时候 但是仍然追得津津有味 还喜欢搬着小板凳吃着大条和小伙伴们一起议论 哪个女演员长得好看 当然 小编我当时最喜欢第二梦啊 觉得她美地不可放物 有墨有 连哭都泪与梨花的 惹人生怜 不过 现在的讲情形也是仙气十足哟 但素 那么重点来了 除了第二梦 风云雄霸天下 里面你还喜欢哪个女演员呢 不经云的妻子啊 于楚楚 那时清纯的她 很受大家喜爱 孔子 天下会的侍女 后来熊霸养女于庄 云 风一起长大 喜欢聂峰 熊霸三个弟子都喜欢她 早不明白 尤其是当时不经云 好喜欢 她呀 熊霸的女儿幽弱 剧中的幽弱是一位柔情又多情的女子 深爱聂峰 甘心为聂峰端茶道士 始终得不到聂峰的喜欢 很是悲剧 但是也长得很好看呀 风云雄霸天下中无绝神功的夫人 聂峰之母 长相妩媚的她 被雄霸等多位高手喜爱 那个时候的美女都是纯天然的 每个都长得不一样啊 各有千秋 不像现在的美女傻傻分不清楚 如果风云雄霸天下翻派 你希望谁来演女主角呢 赵丽 关晓彤 居静一